哈喽,大家周四好,今天要带大家看的这个房子呢,位于Sof San Jose的95120 Crossgates这个区域的一个独栋别墅 95120在湾区呢,一直有着小Coptino的享誉 它和95124呢,都是南边比较安全的,而且算是高端一点的neighborhood 也算是最早的一批比较有历史的老的豪宅区 虽然现在有很少的年轻人呢,会关注这个区域 但是在湾区生活久一点的这个买家呢,都会知道这一点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小宝贝长什么样子 这是一间四房2.5浴室的traditional style的single family house 占地是8,078 sq ft 这边是它的living room South San Jose这边的房子呢,很多的占地都是非常大的 这间房子的开架是148万美金 Dining area 厨房也同样是一个open floor plan的设计 那边是它的family room 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明亮通风的 纯实木地板嵌入式照明 还有这个花岗岩台面 这些都是它的亮点 好,我们现在去它的卧室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客用的洗手间 这是一间主卧 主卧是可以通往后院的 光线也是非常的好 这边是它的主卧洗手间 double sink 我们现在去它的后院看一下 院子还算是蛮宽敞的 因为前边还有一部分的前院的占地面积 所以总体看起来还是蛮大的 我们现在上楼看起来 看一下楼上的几间卧室 是其中的一间客卧 这一间面积不是很大 可以用来做office room 这是另外一间客户 好 现在呢我要带大家去这个房子周边的这个社区 Liverpool去转一下 通常我会建议买家如果看中了哪个区域的话呢 最好自己开车分别在白天或者是晚上 把这个房子周边的社区呢 就是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 自己开车过来转一下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这个社区呢 刚才前面已经提到了 是比较安全 然后也算是老一批的这个豪宅区 所以它的治安呢是没有问题的 再加上很多的房子在这边都是 基本上都是owner occupied 所以没有太多的rental property 相对来讲这个治安呢就会更好一些 但是在丧侯赛看房的话呢 如果是在丧侯赛的中心地带的那个区域看的话呢 就一定要去详细的了解它的neighborhood 尤其是私住房买家 在买房子之前还是要了解一下 你即将要入住的这个房子周边的社区环境 是否可以接受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吧 现在跟我走吧 给人家不是资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